黑神话悟空上线至今,已经过去三天了,经过各路大神地毯式般的探索,也是发现了游客在游戏中藏起来的各种细节,更是打出来两种不同的结局。 不过尽管如此,游戏在剧情中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一点,无数的小细节都使得游戏充满了各种未解之谜,废话不多说,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 1.真的如意金箍棒到底在哪? 在8月22日,有博主发现,在花果山关卡的青藏道土地庙,隐藏起了一套属性为繁品的大圣套装,玩家们将其称为真正的大圣套,不过该套装缺少了大圣最为重要的如意金箍棒,纵使经过全部网友的不断的寻找,也还是未能找到真的如意金箍棒。 2.海底龙宫在哪? 同为8月22日,有外国网友上传了这样一张动态,图片显示玩家操控天命人来到了一片海底,不由让众多玩家们联想到了海底龙宫的场景。 很多人认为这是第三结局的隐藏地图,真的如意金箍棒,就藏在于此。 也有人认为是玩家自己屁的图片,网上也是众说纷纭,不过该网友之后并未再发布过任何信息,同时英伟达也曾发布过与黑神话悟空合作,共同探秘东海龙宫的宣发,所以使得网友们认为可能存在着海底龙宫的关卡。 3.红孩不杀是否另有玄机? 4.在第五章打败红孩之后,Boss变成夜叉王,当将Boss血量打到死血保持一到两分钟后,玩家作为天命人并未击败红孩,于是就会触发新的CG动画。 尽管最后,红孩依然会自剑而亡,但玩家们对此有了新的理解。 有玩家认为,红孩大概率是能活的,不杀只是触发了一个条件,还有铁扇公主说的没人肯来,大概率要有妖来才救下牛魔王,所以可能一些Boss同样能触发不杀结局。 4.其实以上的所有疑点都共同指向了最后一个问题,黑神话悟空到底有没有第三结局?游戏已经经历了三天的探索,可以说网友们已经是把整个游戏做到绝第三尺的进度,但依然还没有人能真正找到这隐藏起来的第三结局。 但话又说回来,之所以玩家们这么迫切地想找到这第三结局,可能更多的还是玩家们对前两个结局感觉到些许遗憾。 我们都希望黑神话悟空的结局会像游客做到的那样,打破国产游戏的壁垒,杀下那代表西方游戏的天庭,重新带着我们一起大闹一番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